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网友们 推友们 大家好 这是文贵 对达到13万推友关注的感谢视频 这个虽然我们的敌人 盗国贼们 采取了各种下散乱的手段 但是网友的关注没有减少 这丁文贵是最大的一个鼓励 也是我的动力 我一定不辜负 这个网友们和网友们对我的这种支持 今天我想主要谈一下 就是从昨天到今天大家谈的最多的事情 就是海航这个事情 实际上我都准备着 这些绝大多数的证据和事实呢 我是要在全球新闻发布会上去讲的 我这简单讲几个观点啊 这个事实 大家不要主要说证据是事实 现在这个海航的 所有的有关的经济数据 财务数据都在网上可以查得到啊 这不用我去提供证据 这个海航在短短的这几年 从一千万发展到一万亿人民币啊 一万亿天下少有 他七个股东 每个人的这个现代呢 是一千四百个亿 平均的产值了 一千四百个亿 这也是人类上前所未有 那么昨天我看到了秦伟平先生 在这个陈小平先生的明镜火派当中 这个一些论断 非常的专业 那么这是咱们所有的推友们和网友们 应该注意去看的节目 就多听一些专家去说一句话 而不能广听的一些 这个所谓的人 一些专业人士 点评人士 只是证据证据啊 只要证据不顾事实 只要只给我要证据 而不去自己去找证据 或者自己去这个找这个事实 这个线索 文贵不是法官 谁都不是法官 文贵也不是检察 也不是检察官 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事情 秦伟平先生给我们的一个 很好的角度 那就是说 他问了几个问题 非常的好 海航这几年这个贷款 拿什么做抵押的 而且他将近百分之百的钱 都是从国内贷的 那么他为什么不贷国外贷款呢 他拿什么做抵押的 第二个就问题 问题非常好 按照现在陈锋先生 自己所说的 他的资产现在是一万亿 负债百分之七十 就是七千亿 实实不是的 超过八千亿贷款 这个将近七千亿货也好 八千亿贷款也好 百分之十二的平均的利息 和财务费用 那么他就是一年 要大概赚八百亿 到九百亿的纯利润 而且还要扣掉他所有的成本 按照中国现在政府公布的 就各种行业的回报率 存利润超过百分之五的 几乎很少 那实际上都是贩毒的 搞黑社会的了 贪官是没有成本的了 是百分之百的利润 如果正常的商业的话 那这样算 他大概八百亿到九百亿的存利润 他的营业额大概得到两万亿 这两万亿很显然 这个秦伟平先生说的第三个很好的角度 他说到 这个钱最重要的是 他说是四百多亿 这个在海外 错了 大概六百多亿美元 已经到海外 这些六百多亿美元到海外 投资的主体和结构 很多都是跟海航国内的贷款的机构 都已经没有关系了 和上市公司都没有关系了 那结局很简单 就是国内有一天 他的企业破产的时候 那把他宣布破产就行了 海外这六百亿美元怎么追回去呢 谁能追回去呢 秦伟平先生说了 那就真的是一百年 通过司马帝 我都很难把钱给追回去 另外一个秦伟平先生讲的 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如果他没有背景 这个贷款怎么可能带得出来呢 那是不可能的 我可以今天负责任的 我愿意跟陈丰先生 王健先生 面对面的对质 可以在任何地方打官司 我保证他的贷款都是不合规 不合法的 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度 中国现在老百姓 连取三千美金五千美金的 孩子上学都不让取 那你怎么把这个几百亿美元 给汇出来的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么就是你汇出来的 这个你汇出来的美金 还有投资的取向 国内银行怎么控制呢 根据中国现在的这个 所有贷款的控制体制 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秦伟平先生给出了 我们大家很多很好的观点 和专业的意见 这个专业的意见和这些观点 就是一个对照了今天海航的事实 海航跟我无仇无厌 我在此真的是 我希望陈丰先生和王健先生 你们一定要明白 我跟你们无怨无仇 这个我也知道 做企业有多么的不容易 在那样的大份池子里边 能游泳 能活到今天 都不容易 我跟你无怨无仇 你不用上别人的大 你找你的福布斯黑我 你找这种这个什么美国的黑社会 想办法干掉我 做掉我 然后想尽办法去研究我 陈锋先生 王健先生 特别陈锋先生 你是信佛的人 你是虔诚的佛教徒 我非常的尊重你 您去想想 这件事情文贵是没有选择的 我没有选择 您做的这个事情不是文贵报 早晚都得报 而且您也要知道 您和王岐山书记 几十年的相识 到海南所有的你们的这个合作 亲密无间 包括这些银行行长带给你钱 这些关系 而且这些行长给我 和提供了各种的贷款的理由 当初的过程和细节 每个人都害怕被王岐山书记给抓了 而且你们每天几乎一年 我们给你数一下 过去的大概在七八年里边 这个王健先生和这个姚庆先生在一起的时间 超过了他夫人的大概是二十倍 王健先生和姚庆先生飞行的时间已经几千个小时 也是人类上可能是最多的了 那么姚庆先生和王健先生给银行贷款机构的姚庆先生出面 代表王岐山书记出面 而且是王岐山先生的夫人姚明山姚明端 都是经常做你费地 也不是一次也不是十次 那是N次 那么很简单 中国谁有这个本事 只有王岐山书记 孟建柱书记 有这个权利 当然了 习主席有这个权利 他不会这么做的 那么只有他们有这个权利 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让您带了这么多钱呢 您带这钱都600亿美元转到境外去 怎么能保证这个钱能还和回报呢 陈丰先生您可能听着不舒服 但是陈丰先生这一天 陈丰和王健先生这一天你们早晚都得面对的 这些钱都是老百姓的钱 这些人孩子上不起学 看不起病 你看到咱们这个国内的这些山村的人 大多数人还现在是人与处同居 人类上最惨的时刻 除了这个实际时代之外 人和处相居还有很多的 我们一想想 头一段时间 在这个四川吧 这个山区里边 一个家的家庭妇女 丈夫还残废了 他为了这个生活下去 最后取消了他300块钱的低保 最后他把四个孩子全部给砍死 最后自杀 他只需要几百块钱 可是现在我们这个任何一个企业家都有良心 我们把这个钱都转到境外以后 怎么给这个社会交代呢 所以说陈丰先生和王健先生 希望你们能对文贵这种行为呢 表示理解 但是你不理解我也没办法 你是个信佛的人 这可能都是我们的宿命吧 佛祖上天给了我们使命 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我希望您真的能静下心来 这个好好思考这个因缘 这个轮回 这个开始 特别我要说到 昨天我录的那个视频当中呢 这个BBC的采访报道的 叫完整版实际是不完整的 那个因为在这个调整事目当中啊 它采了很多 这个BBC呢 当时没有播出的原因 非常简单 就是这个胡舒立 还有国内的很多的人 施加了压力 BBC呢需要我修改 修改了个十九分钟的版本 二十几分钟的版本 而我本人亲自去了 BBC的总部 建立的最高层 我非常明显的感受到 就是咱们这个国内的媒体 已经深深的影响了BBC 而且他们在管这个 这个全球的新闻部的总裁 刚刚得访问了财信 而且仿佛见了胡舒立 所以说我感受到了 他们这个BBC 受到了中国的各方面压力 包括他们也召架了 BBC的几个记者 要求也是取消他们的这个记者签证 让他们这个威胁他们不要播出 我可以理解BBC 但后来呢 这个视频呢 因为是我有 后来还有我们自己配的这个英文字幕 在配字幕当中呢 就是掐的呢 这个剪辑的呢不好 好 那个1000亿美元我要重申一下 1000亿美元是在问到我们的几个基金的时候 这几个基金总管理的资产 管理的资产的总额 约1000亿美元 那不是文贵的 那文贵有1000亿美元 我也不爆料了 这个我可能真的是 这个干别的事去了啊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们家族所涉及管理的资产 和拥有的资产 280亿美元 希望也不要误会 第三个是这个其中讲到的是 唐币挡车 唐币挡车 我说是唐狼挡币 这个中间呢 前面有一段故事 因为这个我本身是口误 这位给我通话的领导呢 也口误 所以说呢 我就说了 他也纠正了我 我还告诉他说 你这个唐币挡车和唐狼挡币 实际都一样 就是我是小人物 您就是说的 我就是个虾米都不是 所以这边都掐了 希望大家能理解 但是我不在乎 现在网上很多批评 文贵没文化呀 真的没文化 想装有文化 多累的 多可怜的 我可不想装 但是呢 我特别对我自己的 这个水平和修养 还有道德 那是非常自信的 所以说呢 所有文人批评文贵 有没有文化 我再说 我是流氓 我是土匪 我是诈骗 我是杀人犯 由法院来裁决 我今天干的事 跟我郭文贵是什么 没关系 主要的是看 我报的料 是否对这个国家有帮助 是否对这个人民有好处 是否能真的推动 以法治国 是否能真的 能推进 不要以贪反弹 不要以警反弹 不要以黑反弹 这是最重要的 文贵的事情 文贵自己承担 文贵的水平 那文贵自己 要承受水平 我带来的任何 政策负的作用 所以呢 这个大家不要浪费时间 在这个上面啊 另外一个最后 我想说的 还是回到海航的时间 海航的时间 所有的涉及的这些银行的贷款 未来一定会真相大出的啊 一定会真相大出的啊 我知道最近这个北京派来了最高层 有中主部的啊 也有政法委的啊 还有公安部的啊 都到美国在华盛顿啊 这几天我都得到消息 国内外就是不惜代价 要把文贵给弄回去啊 这个他们真觉得是美国 就是他们的这些某个局呢啊 就是他们的公安局 北京市局 江江洞说了算了 他就以为是 大连市公安局 刘乐国局是市长 局长说了算了 你们可以试一试啊 当你们再无底线 往前前进的时候 你看看会发生什么啊 只要你不一枪 把文贵给毙了 你不把我这个楼给炸了 你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已经试过很多年了 二三十年来 文贵已经给你们再表演二三十年了 再表演一次也不多啊 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虽然有人也跟我在私下接触 缓兵之际啊 这个一面讲和 后面一面埋兵固阵 准备把文贵一箭封口给射杀 你要在美利坚共和国 你们要能做到这个了 郭文贵死了也就值了 因为这会让文贵用生命来证明 你们是真正的盗国贼 你们真正的是龌龊的 你们是坏人 还有美国这个国家也不可信任 用文贵的生命的唤醒这些 那是值得的 希望你们在纽约 在纽约 在华盛顿的所有来跟美国政府 以国家利益来交换 要把文贵弄回去的人 希望你们的生活得很好 你们注意安全 这个不是这个世界都是你们说了算的啊 文贵做好了一切准备 我也希望你们做好一切准备 咱们拭目以待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您 谢谢所有的退优们 谢谢